日本的陸上自衛隊 從今年開始展開一個 非常大規模的一個演習 這個是28年 回圍28年 第一次展開這麼大 全體的自衛隊 參與其中的演習 那其中他的項目非常的多 其中有一項引起了我們關注 為什麼呢 因為他其中一項就包含了 要強佔我國的釣魚台領土 為目標的軍事演習 所以他這10萬人 從今天開始的大軍演 其中有一項 是要強佔我國的釣魚台 作為一個目標的軍事演習 這不是太奇怪了嗎 但奇怪的是什麼呢 奇怪的是我們的態度 為什麼呢 教育台教育協會就說了 這一次日本的軍演 好像是日本的軍國主義的復辟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 我們蔡英文政府的態度 他的態度也太奇怪了 人家要來侵佔 當把我們的領土當成是 要做一個軍演的一個目標 奪取的目標 但是我們幾乎毫無作為 一聲不響 一聲不發的 無疑是喪權入國的行徑 這個部分 因為影響到的是什麼 我們很早之前就討論過 因為釣魚台 除了是喪權的部分有爭議之外 還有就是 他是會罔顧到漁民的生計的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請永平 來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說怎麼會有這樣子 蔡政府現在遇到的日本 好像就變軟了 本來我們很強硬是因為說 原來是我們拿了人家 拿人手軟是不是這樣一次 因為日本昨天還捐了我們 50萬劑的AZ 前前後後來了五波 總共是390萬劑 所以我們拿人的手短 現在是兩中日友好關係 到這種程度嗎 我覺得我們的主持人跟製作單位 政治跟新聞敏感性非常之高 就是說我第一個 日本怎麼會這個時候 突然又再送我們50萬劑AZ 原來是要先送我們說 你們那我認為這件事情 通口貝 對 就是署長講的 這個事情一定事先 他要做軍演 而且去碰這麼敏感的釣魚台 領土一定是事先有跟 這個蔡英文政府打過招呼的 打PASS的 先知會一下 打PASS 他當然知道我們國內 一定會引發各種反應 所以先趕快放個50萬劑 知道你最缺疫苗 先讓安撫 安撫你表示 我們兄弟關係 什麼交情很好 然後希望大家 他主要不是針對蔡英文政府 因為蔡英文政府 如何的親日 媚日 舔日 我想大家已經非常的明白 他主要還是擔心 台灣民眾的反應 可是說真的 從釣魚台連結到疫苗 或者疫苗去連結釣魚台 我覺得這個距離有點遠 所以他希望利用這樣子的 贈送疫苗的關係 來解決民眾對於蔡英文 不抗議日本的大規模的軍演 去登陸釣魚台這個事情 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整個這個事件 非常讓我聯想到 之前非洲豬瘟的走私豬肉 又不是流竄全台嗎 當時我們就在講 民進黨政府所有防的對象 只有一個大陸 如果豬肉是從大陸來的 嚴防死防什麼 還不時的給人家揹黑鍋 可是他跑去越南 他就如入無人之境 這種逢中必反 他還不只是逢中必反 他是直反大陸的後果 就是大陸稍微有個 什麼軍機起降幹嘛的 民進黨政府覺得 這個真的非常不友善 他們的這個 大權心態展現各方面 你日本這樣大規模軍演 而且堂而皇之的去釣魚台 這難道不是 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辟嗎 我們死防 嚴防 覺得大陸現在的那個 武力值有升高 對於台海的情形不利 我們台灣要保護自己安全的時候 我們難道不用擔心 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的問題 尤其是日本 整個他的政治 右派的 以武裝為主的勢力 其實在這幾年 也是有增強的趨勢 大家已經忘記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周邊的鄰近國家 包含中國 包含台灣 包含韓國 大家都沒有做特別的什麼事情 結果日本就跑來侵略 所以我要講的問題就是說 現在民進黨政府 他因為所有的假想敵 而且他為了賺他的政治資本 他把所有的問題 都只看向一個地方就是對岸 就是大陸 結果我們周邊情勢的問題 他不但疏於防範 反而把台灣 放到另外的危險當中 damit人是有的 放下 我們知道 要來玩 無禦 喔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